老闆老闆 你说 最近很红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 华为突破崇尾 这个东西啊 你有什么看法吗 你知道就是他8月29号突然间宣布 说就是他们马上就立刻此时此刻 这个他们所有的门市开始发售华为Mate 60 Pro 立刻就一堆的这个支持者爱用者就冲到华为门市 把所有的现机现货通通把它全部买走了 据说现在预约的量已经到了1亿台了 但是华为现在估他们大概暂时估计 今年他们的手机出货大概会在4000万值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在看说到底会不会真的卖到1亿台 还是其实以华为现在的产能来说他只能卖到4000万值 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在全世界 不是只有在大陆的社交平台 在全世界都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不管是自媒体啦或者社群媒体啦或者是说呢这个 所谓的传统媒体就是新闻类的这些 大家都很热烈的在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一旦华为这一次这支手机真的就像现在很多测评 出来的嘛 就是他已经是5G了 那现在不知道他这个芯片到底是怎么去突破那个问题 但至少他是一支5G的手机 而且呢他其实各方面都很优秀 比如说不管是他们在开App的时候啦 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卫星电话的功能 其实都惊艳的非常多的人 就是他解决了很多问题 克服了很多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突破了美国对他设下的这个重重的限制 所以大家现在就来看 假设真的这个东西 是在正式发表之后 大家拿到手机去开始去试用之后 去使用之后发现他真的很好用 而且呢完全就是速度很快的话 等于宣告一件事情 美国的限制已经彻底被华为突破了 你知道这对很多的 这个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你知道 美国 有人讲啦 从二战以来美国要对付谁 没有一个是对付不下来的 像我们之前讲过嘛 比如说像美国之前要针对宏达电 他们就讲说你宏达电呢有所谓的后门 结果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指控 宏达电就被打下来 为什么要打宏达电 因为宏达电在当时那个年代 他是基本上是手机 那种智慧手机的龙头一哥 但是呢因为苹果要把他干掉 美国政府就出手 说你宏达电背后有后门 这个可以直通到大陆去 所以你就看到 现在你们谁会买宏达电手机 没有人会买嘛 像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很有名的一个案子 就是 法国的阿尔斯通这家公司 他的那个锅炉 是非常厉害的 这个基本上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 美国为了要把他干掉 他就把他的高管抓起来 就说你这个因为违反了我们美国的禁令 我们要行使长臂管辖权 就把他高管抓起来之后 关了一年还两年 把他关了好一阵子 最后呢是 法国的这家公司阿尔斯通 他把他的这个 相关部门全部卖给美国企业之后 这个高管才顺顺利利的从美国的监狱走出来 然后回到法国去 就是美国今天要制裁谁对付谁 没有失败的 哪怕今天面临的是一个国家 比如说像是日本 日本当初也赚了很多钱 你知道日本那个时候赚钱赚到什么程度 你看有一阵子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里面的坏蛋 都是日本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日本人要跟我们美国 竞争了 有可能要超越我美国了 美国很多的产业都被日本人买走了 那个时候美国就开始对付日本 逼迫他啦 什么用301条款 长臂管辖权 一个一个的去对付日本 然后逼迫日元要去做大量的升值 就日本垮了 什么失落的30年 就是当美国要对付一个国家 或者对付一家企业的时候 从二战以来没有失败过 可是现在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 美国想要对付大陆 所以不管是在对付大陆上面 或者是在对付华为上面 大家都说美国这一次都踢到铁板 因为现在那个雷蒙多不是前一阵子访问大陆吗 他告诉你说这个中美之间没有脱钩 只有去风险的问题 而且呢这个大陆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呢 这个只有1%是有所谓的国安问题的 其他都没有 都是属于这种友善的清单当中 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过去美国想用贸易的大帮去制裁别人的时候 都顺顺利利 唯独碰到大陆 他没有办法 那再回来讲到华为 过去他制裁我刚讲了两家公司 其实还有更多家公司 他制裁这么多公司全部都成功了 唯独对付华为的时候 他做了两个动作 但两个动作都失败 一个动作就是孟晚舟 他把他限制在加拿大 孟晚舟是唯一一个 在没有任何认罪协商的状态之下 华为没有切割任何产业的状态之下 孟晚舟从加拿大被释放回到了大陆 而这一次 华为自己突破了芯片的设计 生产出了一支华为 Mate 60 Pro 那等于无形中又在打脸了一次美国 所以很多人很兴奋 觉得说 你看我们华为真的了不起 我们的民族的骄傲 这一次我们狠狠打了美国的巴掌 听起来很牛逼啊 真的这个不容易你想看能够跟美国硬钢的企业没几个 没有 我主要有两个 我自己的 比较想知道的事情 第一 就是iPhone跟华为 iPhone毕竟也是怎么样 四占率第二 第一是谁 三星 还什么东西忘记了 如果华为出来 iPhone会不会变成第三 老三 难看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跟芯片比较有关系 毕竟台湾怎么样生产晶片也是一流的 一流的 那 5G晶片被大陆这样生产出来以后 台积电还有料吗 我觉得 先讲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华为有没有办法取代苹果 我觉得目前来讲还很难 因为你看华为Mate60 Pro 他现在只能在大陆地区去做贩售 那终归 苹果是全球的市占 那现在华为他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克服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美嘛 但是 现在呢 因为他的这个华为Mate60 Pro 到底能不能卖到其他国家去 然后呢 他还有他鸿蒙的系统上面的一些问题 因为像我是用苹果的嘛 大家都知道 那 但我一直很想要用去买华为的手机 可是我一直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会用很多软体 比如说像FB 像Line 像IG 那在华为的鸿蒙上面呢 我们要去download的话 不是不行 但是呢 他会需要做一些 就是可能 绕道啦 或者或者是有一些 那个突破啊 之类的 那对我来说 就会很麻烦 我可能每次下载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使用 更不要说 对比我年长的这些长辈们来讲 那个使用难度又更大了 所以现在这是华为 他不管是在鸿蒙系统 或者是说他们在贩售上面面临的问题 那会不会超越苹果 我觉得目前来看 还有点困难 但是也许未来 当这个大陆全面突破美国的芯片的这个管制 或者是说他的鸿蒙在未来 还有更广大的接纳 可以开始像我们的 用Line啊 用FB这种境外的系统 他们都可以下载到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市占率一定会很可怕 一定会突飞猛进 再来你说对台积电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现在台积电的问题是什么 是 大家都觉得台积电很强 做芯片超厉害 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 大概台积电说他喊第一 没人敢说他 台积电说他喊第二 没有人敢说他喊第一 台积电真的非常的厉害 可是现在台积电要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哪一天 大陆真的有能力开始自己去生产高阶的芯片的时候 这个对于台积电来讲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你知道常常有人在开玩笑讲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想要买什么的时候 那个东西一定会特别贵 但现在当大陆开始制造什么或生产什么的时候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一定会变成那个白菜架 为什么 因为大陆太厉害了 他们很会把一件 东西用可能比如说用生产线 或者用什么样的模式 让他变得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今天当你是他竞争对手的时候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如果有一天 大陆的芯片真的能够突破这些限制 他开始去生产的时候 那对台积电来讲 绝对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在讲 像我今天刚好看了一篇报道 就是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所谓的半导体支付 这个陆行之 因为他对这个相关产业非常有研究 他就有在写 他说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华为Mate 60 Pro的芯片 可能是采取一个 N加2或N加1的技术 你说到他真的是可以跟台积电去做比拼吗 还不到 说真的还差远了 可是如果说今天华为真的能够自己 大陆自己去生产这样的芯片的话 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大陆其实已经在很多技术上面有所突破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只要再多给他一点时间的话 未来会突破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对芯片产业会发生什么样重大的变革 没有人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不管是苹果还是台积电 没有近优 但是一定有远虑 而这个远虑就完全看大陆现在的半导体芯片的整个发展 它的突破会到什么程度 我刚刚第一个问题的部分 你说苹果吗 对苹果跟 华为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陆的朋友是不是跟台湾人 一样 台湾有一个迷思 你知道吗 就是拿iPhone 就是厉害 那是社会地位的表现 我跟你讲 其实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小编 他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买苹果吗 你猜 就 拿出来就不一样啊 对啊 他就讲说不是华为 不是苹果有多好用 不是他功能多强 像照相多厉害 只为了一件事情 然后出来人家就觉得 有钱人 所以你就要拿苹果 这是品牌效应 社交价值 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有个朋友他买那个Sansung 就是很新的那一支 好像4万多还5万块 然后 可是 他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有个廉价感 你得罪所有三星用户 就是 明明那个东西比我的iPhone还贵 我的iPhone才多少钱 3万出头吧 他那只4万5万 但是拿出来那个感觉就是不能比 就是输了 所以 如果华为到时候出不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 我记得最早期的那个华为 就是很红的时候 就是刚刚5G开始在炒的时候 那时候华为出了两三只手机吧 然后我那时候看我觉得 还不错 蛮想买的 因为 那时候 iPhone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耗电超严重 对 现在还是 现在还好啦 我觉得还勉勉强强 但那时候华为就主打 完全不耗电嘛 然后我觉得蛮好的 可是后面就被禁了 就消失了 对 我想说如果之后 就是真的哪一天 华为要超过iPhone 三星 虽然这样讲 可是三星是站第一 但华为如果要超过的话 希望他可以外观做的精致一点 你有看过他这次华为 Mate 60 Pro 小看一点点 我没有看过实体啦 因为我们 台湾买不到嘛 我看到的是很多的测评视频 然后还有像那个 很多的图片啊 我觉得 当然有可能你可以说他拍的很高级 但是我觉得看起来的质感还不错 我也觉得质感不错 可是就是少了一个 那种高贵 优雅的感觉 有没有可能这是你既定的一个观念跟想法 有可能 你知道吗 我刚刚在看我们另外一个小编 因为他是华为 他在大陆买的手机 他现在是鸿蒙 然后呢 他就 他刚刚就 我在看他在用 他就跟华为 小易小易 帮我制作什么什么表格 你知道吗 一秒 那个表格就画出来了 超厉害 你用苹果还画不出来呢 原来是连结AI的部分 我跟妳讲 他听说他们这一次华为Mate 60 Pro的AI 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其实这只手机应该 大家都在讲啦 华为的手机应该把定义为所谓的商务级 就你今天如果拿来上班 然后工作其实他超级无敌好用 那基本上苹果叫什么呢 社交手机 然后出来就是告诉大家 你看我是一只 我是一只苹果 有没有很好用 不重要 重点是苹果就是厉害 但你居然讲说 华为是个商务机 对 那是不是应该 全公司配一台 你要知道 你现在想买 还买不到 你要想买买不到 我自己都超想买 可是我买不到 那到时候有机会配一台吗 有机会嘛 那要看网友给我们的支持 如果网友支持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全公司各配一台华为手机 我跟你讲 苹老板要是买华为给我 那台iPhone直接丢在机板摔烂 直接把他摔烂吗 然后讲一下第二个 台积电 台积电那个部分 就是我就觉得 这其实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觉得都有一种 后来居上的人都会很快速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很多时候是你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看世界 因为前面零到一的时候一定是最辛苦的 但是当你从一开始往上加的时候那个速度会比较快 那其实现在我们刚才讲芯片问题嘛 大陆面对芯片问题就是要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会很辛苦 虽然全世界都已经在做了 但是因为他被限制 他有重重的限制之下 所以他要自己去突破零到一这一端 但是你讲其他的比如说不管是设计啦 或者是其他的制造啦 当你有1到100的时候那个速度很快 因为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看世界嘛 你就有东西可以参考 你会知道说 那我们要可能这个东西 这一步 是错误的 前面已经有人走过了 我就不用走 那我可以试试看另外一步 那也许是错的 也许是对的 不知道嘛 但是 时间成本 机会成本 前一代的人 前辈们已经都帮你付出完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 干爸啦 郭爸 郭爸爸 郭爸爸应该是不用担心啦 你还可以赚钱啦 不过他不是已经不是董事了吗 但他股票多啊 他是不是董事不重要 重点是他股票多 你知道据说从他宣布参选 一直到就是前一阵子 光这几天的股票的涨幅 就够他选好几次 这个总统大位 你看我郭爸爸果然还是怎么样 还可以的啦 我跟讲富士康听说这一阵子要出大量的光刻机给大陆 啊 所以我跟讲 他在搞 他在搞 怎么会呢 美国OK 美国允许的啊 所以基本上它是正常的生意行为 可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商人都是精明的 就是当他们发现到说 大陆有可能有机会自己去突破很多限制的时候 这些厂商们就会开始急急忙忙的希望赶快回到大陆这个大市场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反正 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啦 当然 现在可以突破这件事情 这个政治的因素 可以突破 是觉得很很棒 很厉害 还远的很 你知道美国很气 美国 美国国务院出来讲说 你们这样做 就是不尊重我们对你的制裁 你制裁我还要尊重你 你要尊重我的制裁 美国很气 这句话很合理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基督国家 对 他是基督教国 右脸伸出来打完以后 昨天要给你打 合理吧 我觉得很棒 美国跟大陆的差别 大陆是你不要烦我 然后美国是来你打我左边再打我右边 OK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所以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大家帮我们一键三点 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拜拜 拜拜